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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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基于各种各样原因 就把自己真实的想法给隐瞒住了 通常我是不做预设的 如果不是我们对谈 我其实过去没有想过 你看你做了这么多节目和这么多人谈 都不知道你的个人世界是怎样的 他很封闭的 我特别封闭 我的封闭跟他有一拼 他这个好像我觉得大家还是知道 你可猜啊 对你也可以说我封闭 但是你也可以说我不封闭 但你是真封闭 我们还没开始的 我最近我现在好了 我现在好了很多 你应该给予我那个适当的鼓励与肯定 是吧 你们怎么这么亏待我们鲁玉啊 没有他们觉得我那个就是 现代女性大口喝水 你不喝茶对吧 晚上没睡着回去 那还好 茶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咖啡对我没影响 那这很有意思 我现在找到了一个睡觉的方法 是吧 听一个人讲课 随便谁都还 不是听自己感兴趣的 你这个是要认真听那个内容 然后这个时候你反正睡着 不是说你只听个声音 主要是个什么 转移注意力 你主要你睡不着 是因为你老想着这事 你只要注意力一转移 就睡着了 那挺好 有时候也不管用 因为不管用呢 你就吸收了知识啊 好听我听一通宵啊 那听吗 那要不就睡着了 我教你的方法 我的方法是 如果半夜里面万一醒来 我怕我睡不着 我就把一个特别小的 一个安眠药 我就咬一点 特别苦 你就咬一点 我一个药 我能够咬差不多十次 我觉得完全是一个心理安慰 我不知道是药起作用 还是我被他 就我会觉得 我吃了药 我应该很快能睡着 我要今天吃安眠药 第二天肯定整夜睡不着了 那你可能量就会比较多 比如一片 一整片 吃半片就是睡不着啊 但是呢 我要喝威士忌睡 不会 他每次的说法不一样 我们上回的书 他就说 家伙我要那个喝半瓶红酒 每次不一样 然后前一次就说 喝半瓶白酒 那个那个 现在又说吃药 又说听听什么 听音频 我现在偶尔睡不着 都有大陆年轻朋友 教我读一句话 那句话好像是说 都是同一个音调 什么 一只猪推拖拉机 一只猪推拖拉机 你们没听过 没有 一只猪推拖拉机 一只猪推拖拉机 一只猪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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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睡着 这单调嘛 单调你就容易睡觉 这种 也可以练口型 以前文涛教我 开净以前要说 班干部管 班干部 班干部管 班干部 对我小时候做的